它是雨了 不 它不是 它是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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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冰的 有一款遊戲 從獨特PV四足後走進大眾視野 口碑一路經歷良好摘到後來的滑鐵爐 而公測後的反響 似乎也是扁大與薄 看來出生到死亡已然成為定局 所以它是真的這麼不禁推敲嗎? 重返未來 1999 遊戲於5月31號正式公測 開發商是中國的生然互動 古東之一雖然有騰訊 但卻意外的沒有那股味道 真是可喜可賀啊 而遊戲主打現代復古的重劇形象回合制 完了完了是不是有人要左轉離開了 那…慢走不送 遊戲中雖然我們是有名字 並且男的是有配音的主角 但實際在體驗上 會更像是一位旁觀者、讀者 翻閱著電子出本見證的故事 劇情的故事觀 起於1999年的23點59分 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洗禮 不同於以往 這場雨在落下不久之後 突然逆流而上返回天空 衝刷著四周的白牆黑瓦 以及毫無察覺的人群 而暴雨驟停之後 原本的新時代消失 迎來了新的舊時代 時間就這樣倒退了 這邊暫停一下 目前暴雨的具體發生原因未知 遊戲中暫定推斷為蝴蝶效應導致 受到暴雨洗禮後的人都會被回溯 而目前暴雨對時間倒退的影響 都是以在當代具有意義的指標為跨度 有點像是自動存檔的遊戲 會退回到上一次的關鍵節點 而如果平凡的人事物接觸到暴雨後 就會出現暴雨症候 會看見幻象並影響認知 會以當時代具有嘲諷批判的事物來表現 這在後面會解釋 那我們繼續 遊戲中目前存在兩個主要勢力 一個是主角所在的聖洛夫基金會 另一個暫定為反派勢力的重塑之手 他們兩個組織是除了神奇的手提箱以外 又有規避暴雨的黑科技手段 聖洛夫基金會會到處尋訪 收遍那些具有神秘學的血統之人 表面上是為了行使維護世界和平 但背地裡那個小算盤打得可是啪啪響 甚至包含那些看似天災的暴雨 也疑似跟他們有所關聯 而神秘學在遊戲中是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 無論像是巫師、煉金術、非主流學說 或者有靈性之物都可以被歸納在其中 但這種未知或者帶有神秘事態的事物 通常是被一般人所懼怕或者抵觸的 更可能會被歸類成所謂的邪教 也就是所謂的邪魔歪道 而重塑之手本身也是以神秘學所組成 並且會透過一些手段來加速暴雨的降臨 意圖想讓神秘學重回時代的榮光 而上述不少設定 如果是看過哈利波特的話應該是很好理解的 而主角維爾廷 從小就是在基金會長大 是目前已知不需要靠任何外物 就能直接免疫暴雨影響的體質 於是後來作為Timekeeper、師承 紀錄並見證不同時代的消亡 但他內心始終是渴望自由 且對基金會這個組織是不完全認同的 也期待時間能正常向前走回正軌 不想再看到當下的人事物一次試了消失 而且想知道1999年那場暴雨 以及母親消失的真相 他既然是帶有時間穿越的作品了 並且明顯帶有批判色彩 所以遊戲也參考了當時的文化運動、歷史事件 跟相關作品 而遊戲的開頭我們來到了1966年6月3號 女孩Cinti與蘋果Apple 歡樂在船上哼唱著 營造的畫面感也正是嬉皮與搖滾 為年輕人所追求的時代 而他也是擁有神秘學的血脈 於是後來在雙方組織的拉扯中 燃到本篇故事的末尾 維爾廷讓Cinti見證了一場暴雨 周圍出現類似普普工的藝術 還記得我剛提到暴雨症後對周圍的影響嗎? 在1960年前後 戴爾批判一位的代表之一 就是普普藝術 而從過長畫面眼的看見 致敬了英國普普藝術之父 理查哈爾蜜頓的作品 是什麼使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 如此具有魅力 而暴雨過後 維爾廷邀請Cinti 進入了與紐特同款的首題箱中 空間很大 累了可以直接睡 沒有問題的 而在首席箱中可以看到 那些被保存下來 沒有被暴雨回溯的物件 但卻無法對一般人作用 除非你本身是具有神秘學血統之人 透過維爾廷 我們也終於開始知道事件一部分的真相了 劇情幾乎全程都有外語配音 對話上的表現也非常的精簡 沒有過多攏藏的文案 主打的是一個英國槍 但也會根據角色的人設調整口音 雖然部分情緒上有些平淡收斂 但整體也不到磅毒的程度 根據官方自己的訪談紀錄 他們也是找外國相關領域的演員或者配音員 這也算是有心了吧 至少不是個AI 而這當時為了貼合世界觀下做的選題 看似好評滿滿 最終在公測之後 卻也同時收獲不少的負評 因為官方為了迎合市場需求 後來還是有做了中配 但可能想做最後的頑強抵抗 開局是強制使用外語 沒辦法自由設定 對於那些硬挑毛病 賺黑流量的頻道而言 這根本是把刀雙手遞上了 但說到底也根本是個無聊的小事情 就不說一堆市面上的遊戲的尬配音了 從古至今多少的影視作品 都不見得有恩國語音 廠商只要有把氛圍塑到位即可 如果覺得不好就針對這點去反饋 而且再看看現在多少任務作品 連配音都沒有 不也依舊活得好好的嗎 怎麼這時候又不敢上門挑刺 展現專業性了呢 目前劇情的篇章不算太長 但本身劇情跟畫風也不是太主流二次元元素 所以不太愛看這種劇情的 應該會直接勸退 外加受限不可描述的審查機制 所以廠商也不能寫太過有爭議 或者尖銳的內容 不然可能就會把自己玩死啊 然後廠商可能聽取了玩家的建議 所以加入了劇情跳過功能 當然最後這也是被當作攻擊點了 那在美術方面 這就挺主觀了 這進行一打開 讓我覺得特別有印象 就是來古彌星了 雖然他不見得真的坐著躲頂尖 但看上去就是很舒服協調 而本次遊戲的UI介面 兼具不足美感以及功能性 沒有太多雜體雜巴或者顯得突兀的按鈕 也能讓角色好好的展示 更不會打開就是 咦?好像某款遊戲的樣子 那立繪美術表現上 雖然是有些搞怪的角色 但整體還是偏中規中矩 尤其可能射點上比較少 大概率又會勸退一批老色批了 但因為我除了新手抽以外 就沒有在額外抽卡 所以目前能展示的角色比較少 而美術可能是為了維持協調性 所以角色即使突破後 或者新的Live 2D 他完整的例會 也只能在角色的個人實裝裡面查看 這點是比較可惜的 而在養成方面 挺多人說他像明日方舟那套 但那款我只有在開服玩過一小段時間 已經沒什麼印象 而且也沒辦法比較了 不過手遊玩多了 感覺後來都是大差不差的類型 一就是繞不開等級身心突破武器這幾樣 並沒有太深或者噁心人的養成機制 而我覺得比較有意思就是 主線在隨著劇情推進的時候 會更新這個小地圖上的模型來對應 那會提供一些戰鬥文本和小解謎 這點做的還蠻細節的 那稍微來講講戰鬥吧 那之前我也提過恩變了 就是七大罪的合牌玩法 保有一定的策略性而且也不難上手 像是技能可以鎖敵人的攻擊 而外也可以施放一些輔助功能 像是免費移動或者給張萬能卡 另外本身也是有屬性克制 那這個看顏色就可以很好理解了 經典的五行與光暗沒什麼理解門檻 而在官方幾度下修跟砍養成深度後 目前版本的前期難度並不高 我剛剛提過 我把新手的保底首抽拿完以後 就沒有再去碰角色池了 也沒有去看什麼強度榜或者攻略 光靠遊戲送的角色就足夠打通全主線了 那如果真的遇到打不過 就稍微提升一下就可以了 而遊戲本身也沒有PVP 完全不急著過關 當然你想要更有挑戰性跟拿獎勵 可以去通困難模式或者挑戰本 類似深淵這樣子 但那其實也不急著做 反正每一現實的獎勵不會跑掉 而有現實的 你不課金的話短時間也打不過 所以不需要強求 但即便是這樣 也存在了不少讓人詬病的問題 像是必須打通關後 才會開啟那個錄像撥片模式 好再次打一場就能耗多體 並且有額外的加速 所以其實體驗下來也不算太廢時坐牢 但因為回合這玩法本身也不討喜 外加它沒有自動戰鬥 劇情都分割得非常多段 很多人會覺得觀賞體驗太割裂 而畢竟前陣子大黑暗崩鐵才降臨 他除了主要戰鬥以外 都有自動模式 也省略的結算畫面 讓他的體驗節奏順暢不少 對於守閃檔或者需要重複新的資源本而言 追求自動模式已經是不亞於跳過劍的第二需求了 不過實際還是要結合整體的體驗來看 並不能直接一概而論 但有時候在B站上那個風向球又很極端 跟風黑野人為快速軋流量的手段之一 具有一定聲量的UP組踩一下後 就會引領了一群人勇敢跟著一起踩 而且我都開始疑惑了 走浪的劇情是否能跳 戰鬥又不能太硬核 自動戰鬥一定要是標配 那根據這些需求 為何不去找那些隨處可見的爛大街放置遊戲就好了呢? 而且這類遊戲百花齊放 各種美術玩法都有 可能會覺得這種放置遊戲太過無聊 然後又反覆橫跳 希望劇情演出精美 戰鬥華麗 又衍生了手機發燙 大招能否跳過的新問題等 總之啊 即使市面上已經有各種選擇 人還是這麼的難以滿足 另外我還有看到有人拿貓之城出來比較 但他們大概除了戰鬥玩法都來自於七大罪以外 本身就毫無關聯了 畢竟一款是2D一款是3D 演出形式與劇情趨勢也完全不同 而且貓之城當時問題也一大堆啊 現在是早早倒地不起了 即便他有個自動戰鬥那又如何呢? 要找也找一個成功案例吧 或者不如拿畫面表現比較相近的 庶民迴響或者飛狗來比較 但遊戲中還有個家園系統 原本機制上在二次太複雜 到正式公車後已經砍到極致了 已經沒什麼深度可言了 而他的風格表現與另一款Steam上的遊戲 足夢送只能說是大差不差吧 而這種地形拓展的類型 可以往前追溯到一款2000年出版的經典桌遊 卡卡送 而他是所謂的歐式或者德式的圖版遊戲 而圖版遊戲也有款非常有名的作品 1995年由德國人發明的卡坦島 不只獲獎無數多次改版 也被授權做成各種電子遊戲 而這類的玩法也可以在往前追溯到更久遠之前 但我後來發現這樣不行 這坑挖下去 腦袋CPU會先燒掉 所以就果斷買回去了 如果感興趣的話 建議去老高下面敲碗 總之距離這個玩法遊戲 非常多就是了 而就不過多延伸了 再來講到課金方面 廠商遊戲在山側的時候被各路玩家怒噴 所以下修了課金強度 也沒有武器時效抽了 新手保底30抽必出6星 小保底星時大保底140 10抽的話是不到800元台幣 其他就是比較常規的禮包跟月卡 整體來講算是中規中矩吧 但可能經歷了B站的水勝事件影響 未來只要是有一定熱度的遊戲 而且如果被有一定份量的UP組試玩的話 那大概皮就要繃緊一點了 如果它的內容表現不達標 價格肯定是要被踩來踩去 而有些廠商反倒慶幸了 反正我本身沒有太高的熱度 都可以閃過繼續躺著轉 結論 異於所論 萬物不同 陽根雖美 縱口難調 我在6月1號推完主線以後 目前就是每天上線收菜等更新了 而遊戲目前帶點黑身殘的劇情 我個人覺得是稍微略遜於無奇一點 可能現在的篇章太短的關係 那就有帶未來版本更新了 而就定位上來說 其實這款遊戲算是非常輕量化 比起之前那個黑色五月槽M的掛機體驗來說 好非常的多 講到黑色五月槽M 他最近也在推台版的廣告了 但日版現在的表現 是沒有造成多大的反響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沉船 那最後抱歉 這次的更新比較晚 主要是在這個遊戲 劇情上的細節考究 總覺得是有些說不上來的矛盾 不斷的反覆查看後 最終還是決定放棄了 那下一支影片不是新遊戲 就是營收月報了 雜談系列就緩緩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G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到這兒